这是一个叫做《穷人和魔法棒》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叫做杰克的穷人 他每天都在辛苦地工作 但是依然生活得非常贫困 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人 老人给了他一根魔法棒 并告诉他只要用对了方法 魔法棒就能帮助他实现愿望 杰克心想,这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于是他高兴地回家试验起来 他试着挥动魔法棒,喊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又试着把魔法棒挥向他的房子 希望能让他变成一座大豪宅 但是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杰克感到非常失望 但是老人的话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响 他决定再是一次 这一次,他闭上眼睛 静静地想了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轻轻挥动魔法棒 喊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 一张能够喝到清水的桌子 然后,奇迹发生了 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出现在他面前 桌子上有一瓶清水和一杯 杰克喝了一口水 感觉非常清爽 从那一天起 杰克开始懂得了如何使用魔法棒 他每天都会想一些小小的愿望 让魔法棒帮助自己实现 他渐渐地发现 每一个小愿望都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 最终,他成为了一位富有的商人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根魔法棒 因为他教会了他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用正确的方法去追求它 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成功不一定来自于惊天动地的壮举 而是来自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做出的一系列正确的选择